人为旧 汉方兰花美白精纯面霜 精确美白 紧致新生 兰花美白 女人至爱 漂亮秘方 来自汉方 全新教藏 绵雅纯爽 好久对话 本色本香 越真实 越品味 全新教藏1963 大卫地板 让经典值得拥有 买得起的好地板 大卫地板 无谁就用温碧泉 温碧泉 真心的分享 永恒的喜悦 广东相信文化传播 喜发 菊油 一步到位 见证秀发奇迹 百依百顺菊油 喜发膏 盛方出品 皮肤过敏 控制不住 真尴尬 妈 别担心 西森敏弹率雷塔病片 快速控制皮肤过敏症状 安心治过敏 多亏西森敏 20年大品牌 有情 有义 有经历 经历环保灶 安老孙 闻定 喊神真切 不用啦 龙宫 用神速管啦 神速管 有何本事 去安老孙一棒 神啦 天上神心管 地上 神速管 见证秀发奇迹 百依百顺菊油 喜发膏 盛方出品 去头屑 认准康王 有药 更有效 颠红药液 补水 就用温币拳 温币拳 妈妈 金牌小辈 抵抗力棒棒哦 妈妈 抵抗力棒棒 五重抵抗力 男载金牌小辈 抵抗力棒棒 品酒鬼 看中国 相信品质的力量 中国酒鬼酒 中国酒鬼酒 为您报喜 非常漂亮 非常好 所有的花枪 非常好 真的像回到了 初中时候 读那个桃花园记 那种感觉 因为处处都是 落荫缤纷 特别有惊喜 今年的桃花节 将一直持续到 五月底 将推出万民学子踏春 自驾游桃园 桃花园景区建设 高峰论坛等一系列 独具特色的活动 游客将欣赏到 桃花园民俗节目表演 参与各种农耕文化体验 经国务院批准 岳阳经开区 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定名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好 我们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诺贝尔摇兰 闲家新村幼稚园 今天获售牌湖南省 示范性幼儿园 这是长沙首家民办幼教机构 荣英子称号 诺贝尔摇兰把幼儿园当大学办 注重教育影信课程开发 重视对儿童的文化熏陶 唐之想出席授牌一事 在卢西县潭溪镇优质碰干基地里 技术人员正在讲解 春季碰干培馆技术 卢西县今年着力推行 现有技术指导员 乡有科技特派员 村有农民技术员的 三级技术服务体系 组织近500名技术员 采取分类指导的点餐式服务 为果农解决各类技术问题 在宝镜县旅栋山下 苗家姑娘正忙着采摘今年的新茶 茶农刘云庄 承包300多亩有机黄金茶 最好的新茶最高可以卖到1000元一斤 目前宝镜旅栋山区 20多个村寨扩重和改良黄金茶 1.64万亩 形成了年产一板多吨鲜茶 产值3000多万元的支柱产业 在永兴县鲤鱼塘镇的烟田里 业农们正在精心地挑选烟苗 移栽烤烟 作为全省19个优质烟业生产县之一 今年永兴县烤烟 种植面积2.4万亩 目前烤烟移栽已完成95%以上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 明天我们再见 选美帝 美帝豆浆机 邀您十九点三十分收看 百科全说 美帝豆浆机 美帝豆浆机 晚上好 观众朋友 22号以来 在冷暖空气的联合打造下 湖南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降温降雨 以及风力加大的天气过程 截止到25号08时 全省平均降雨量36.3毫米 雨水的到来有效地缓解了 湘西南一带的旱情 今天随着冷空气的撤离 阳光又重新登上了湖南的天气舞台 气温也是扶摇之上 午后的气温普遍达到了15度以上 预计未来三天 湖南将会以晴朗天气为主 气温稳步回升 有利于春波的进行 具体来看 今晚到明天 全省是晴建多云 最高气温18到20度 明晚到后天 湖南天气回暖的步伐还将继续 湘西湘南多云建阴 有分散性的弱降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建晴天 越阳晴转多云7到17度 湘潭晴6到20度 株洲多云转晴7到18度 恒阳晴转多云7到20度 易阳晴转多云7到20度 常德多云转晴8到23度 张佳晴多云转晴8到20度 吉手多云转晴7到19度 淮华多云转晴7到21度 楼底晴转多云7到19度 邵阳多云7到21度 永州多云转晴7到19度 称州晴8到18度 长沙明天晴6到19摄氏度 后天阴转多云9到21摄氏度 天剧报部做完了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